OK的 好 我们接下来要主题是 雾人子弟 你想要什么 还是哪个雾 哪个雾啦 哪个雾 雾 脸雾的雾 孙悟空的雾 今天讨论什么 最近 这样就开玩头了吗 你也太chill了吧 不是哦 你也太chill了吧 那你接你接 雾人子弟 你想要哪个雾 你决定 我想说 我会记错词吗 老人家记忆不太好 今天要聊 政大的性别友善宿舍 来 调研的内容 我们请我们客制组组长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全台大专院校 现在有七间友善宿舍 那包含了台湾大学 成功大学 东吴台师大 中山大学 建行科大跟政治大学 那最近新闻比较炒作 新闻上面 大家比较讲的就是政大 因为政大 他是实施男女同东的同房 那刚刚讲了 另外的几间学校 他们是有男女同层不同房 或者男女同栋不同层 那政大 因为他是同栋又同房 如果你们有看到 他们的那个资料照片的话 我自己觉得那一栋很美 因为他们是租一整栋的 然后让你同学再去分 你可以再去接伴 然后大家在一起分租 我觉得挺好的啊 然后但是大家开始产生争议说 哦 你住在一起 然后增加什么 增加生育率哦 但我不能理解 我先说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我也在外面租房子 因为我们功课的量很大 那我们都会租房子在外面 我一起同住的是学长 我看到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超鼓舞的 鼓舞是哪一段 就是哦耶 我可以再住一次 对啊 我要进度政大 哦耶 政大真的是 不是便宜行事 他是便宜行房 不是啊 不可以 开开玩笑 哈哈哈 我告诉你哦 政大这件事情做出来以后 我大概问了政大的好朋友 嗯 被骂爆 蛤 被各方舆论押爆 为什么 所以我真的想帮政大声援一下 就是他被骂的原因大概是 不外乎是家长 家长觉得说你男女在一起 就会出事 啊出什么事他还不敢明讲 1234 对 然后男女在一起就会出事 然后再来是他们不方便管理 或者是maybe会有一些情感纠葛啊 什么的 各种预设性的立场哦 都出来了 然后所有的校友 大概都反对这件事情 就啊 败坏社会风俗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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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们应该都没有去了解 实际上小孩子真的会这样子做吗 啊如果我没有住宿舍 我在外面住一整层不是一样吗 我们先回头推 我们不要到现在这一辈好了 这一辈的性教育可能更 更完善 完善 我们那一辈 那一辈十几二十年前 嗯 对确实我们的宿舍是男女分数的 但我又没有住宿舍 是 你们都没有听过四角兽的故事吗 你说在厕所里头有什么吗 老师那是什么 还是在教室里有什么吗 你知道什么吗 什么呀 当我们男生兄弟们 如果真的发现你的朋友有需求的时候 做最好兄弟就是当他的女人 说东西啊 男上加男的事 哈哈哈哈 嘿左右为男的事 哈哈哈哈 他真的很烦耶 好兄弟 真正兄弟是他去 哈哈哈哈 那我 难以启齿啊 哈哈哈 不可以啊 不可以啊 不可以 可是我只觉得就是 你学校担心这个 或家长担心这个 讲真的 他孩子们都在你不知道的角落里 真的是角落耶 嗯 角落生物 哈哈哈 他在角很笑成这样 他在角各个地方 其实都可以去发生你 所不想要发生的事情 那今天他都同诉了 或者他愿意同诉你也知道了 其实某种程度他就是 已经是很光明正常跟你说 我跟这学生很好 我跟这同学很好 我们要住在一起 你到底有担心什么 就 我今天公开跟你讲耶 然后你还担心 家长什么都要担心啊 真的耶 没有朋友要担心 朋友太多要担心 奇怪 我就觉得 好很好笑的是 你抽宿舍 对 要不要有小孩子送到宿舍里面 你的孩子真的有在宿舍里吗 诶 我可以讲 这 我也有碰到学生 他是真的 他每 他就是都都住宿舍 那当然是因为家里头 帮他缴了这笔钱 对他讲的 那他有住宿舍吗 no no 他住外面 你去看他申请外宿 是不用家长同意书的哦 诶 为什么不用家长同意书呢 他成年了 妈妈 他只要进系统就可以申请 是的 所以你根本管不了他 好 那我就说 就真的发生性行为好不好 又怎样 很严重吗 来去乖 告老师 爸爸会心痛啊 对不对 爸爸心痛哦 对啊 女儿被骗走了 一定是女儿被骗走 男生不被骗走吗 妈妈心痛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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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很煩 我要说的是这什么年代了 我我真的觉得 你的孩子从你来来 石头里面蹦出来 孙悟空 哈哈哈 可能这样碰一下 这样碰一下怀孕了 诶 小心耶 すごい耶 但我不晓 所以我其实看 我看到这个 一个是我觉得他的宿舍很美啊 我自己都会很想去住 然后刚刚还有就是 同事在邀约说 我也想再念一下政大 但不好意思 他们额满了 哈哈哈 那宿舍一个是宿舍环境很好 又很棒 然后还可以跟我的好朋友们住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福利政策 然后再来是 站在就算我以前住外面的经验来说的话 我也不觉得同宿有什么不好 因为其实就是在同一个空间里头 各自有各自的空间 我们只是一起生活 我这样讲好了 我们先撇开政大那宿舍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这件事情 政大要解决问题是大概是宿舍不足吧 所以他才会把 那个教职员的宿舍改成学生的宿舍 那容流量还是有点麻烦 已经不够了 如果你又要去拆男女 那就更不够嘛 对 所以我觉得他去 让他变成男女可以混住这件事情是对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第一件事情 台北的房价就很贵啊 对 我们去外面随便租个雅房 我去租雅房的时候 可能都三房一厅嘛 大家一人租一个房间 大概两万多块钱在我们淡水 然后我们一间房间就 你便宜了 那三万块啦 maybe三万块了 有电梯的话 我讲的那个都是公寓 没有电梯没有停车位的 如果你现在又要有公设的那种 三万两千块几条啦 算了 对 然后三房 那你们就一个人一个房间 大房小房嘛 那就三个人 或者是六个人啊 一房可以睡两个人 我告诉你 大学生出去外面住 才没有跟你管男生女生呢 我只要便宜就好了 是的 因为我有分担了 我们care的事情是钱啊 对啊 我们都已经少子化的同学 一般只有三十个人 我还要全部都找同性住在一起 那我家男公义咧 而且有时候合住的是姐妹啊 对啊 你要想耶 有多少是跨性别的朋友 跨性别的学生 对不对 难道他跟女生住在一起 就会怎样吗 就跟那些留言一样 留在政大那些校园板下面 狂刷耶 说政大提升数 什么那个提升生育率啦 然后政大要不要发保险套啦 免费提供啦 饮哭啦 你们恶不恶心啊 好 我要说的是 你们脑袋里面装什么 你们就只会想到什么 我们有多少的学生 她是姐妹 或者是她是同志 那就可以去跟人家住在一起吗 那这样不更怪 假设她是同志 她跟男生住在一起 欸男生宿舍哦 男生宿舍哦 我分开了哦 啊你的儿子不会有危险吗 哈哈 欸 奇怪哦 哈哈 还是说浑速一下去浑速下去 一定都会胸龙 会掐胸龙 一定都会撞 我们是狗是不是啊 不是吗 哈哈 是啊 不是啊 我们也会讲好嘛 这件事情是很自然一定会发生的 谁大学 去发生性行为 你会去judgment他 只有你们啊 那 我就问你儿子怎么生出来了 再来一次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 其实 像正当他开放这个宿舍 他是可以申请式移动 然后再去找我的伙伴一起住 是的 那他其实是个很开放式的方式啊 我今天可以找女生 或者是我可以找我自己的好朋友来住 我我其实是让我这个住的环境是更好的 因为我们共同来管理他 他没有 我自己觉得他是很正向的一个方向 真的哎 而且 而且我觉得男女的差异 其实我们在一起住的时候就可以有抚平很多 假设我以前我以前真的是男校的 嗯 复兴高中以前是男校的 又 又要 又要马掉是不是 我 然后 整班都是男生 有一个女生管家婆类的 好姐妹跟我就是朋友跟我们住在一起 哎 他会take care的三餐哎 我大学的时候他会说不要吃泡面了 好险 好险 你不要跟我住 你会饿 这也没有性别歧视啦 我的意思是说 女生会有女生的柔软会出现 男生有时候抢厕所也玩给手排 但女生他就会跳出来 即便女生也很脏啦 但女生会帮忙做一些润滑剂 我的意思是说男女在一起的时候 会有比较重效的产生 对哦 不会有单一面相而已 有干净的男生也有脏的女生 我不是刚刚那个意思哦 我的意思是说 男女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正常社会的常态啊 对 其实学生们自己也有讲说 他们这样子住在一起生活 其实他们就是在练习 怎么跟男女的相处都互相做 对啊 重点那个宿舍是他可以去邀请他的 就是大家一起集资租那一栋 或者收集到自己的伙伴们租那一栋 那到底有什么问题 对啊 太伪善了啦 这些下面留言 这件事情出来后就跟分类帽一样 这个世代不是这样的 大家进步一点 大家进步一点 城墙之内你们就要男女分开 城墙之外 要弄到那边去啊 我自己觉得男女 我当初住外面也是男女一起住 但我必须说我的那个男室友 他的习惯非常之好 对啊 对啊 非常好 好要炸 我觉得这个都是学习的过程 没有那么严肃 不是正大变因哭 我要帮正大讲讲话 嗯 好不好 我想租一栋 对 有空房吗 抱对 很便宜耶 我们小时候以前我讲个故事 我们之前也是住宿舍 然后宿舍里面当然宿舍便宜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很想去住 可是他有门记 嗯 所以我们就 比较麻烦 然后后来我们都去搬去外面住 但是搬去外面住 贵的时候我们就会 又搬回去哦 我们搬去外面住 就是就是大家会 share那个亚房 嗯 所以可能maybe会公用厕所啊 没有公用什么 对 啊每个人都会交到了 嗯女朋友 嗯 然后我们会串门子 啊 你等一下这串门子有点 就串门子大家会揪打麻将啊 谁大学不打麻将 然后有时候打到天亮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睡啊 我大学在车衣服 哦对啦 那你车也会车到天亮啊 男的女女不是一起车吗 对 车完就把衣服脱掉换了 没有 啊 车身上的 我们真的疯狂在加班车 就是我们那时候就都在玩 那夜冲回来吃宵夜 也有很多女孩子都待在我们这边啊 我们真的没怎样 嗯 我们彼此会保护彼此 我们都是朋友 那 真的没那么夸张 你太官宣了 不是真的没那么夸张 啊真的要撞的时候 我们都有默契 你说外面门牌上面挂的时候 误扰 那门口就会有一个那个 误扰 今天营业久 我们都很友善我们的朋友 因为 三房 两 三房一厅 一位或两位 通常都是竹卧有卫浴 你说竹卧让给你 我今天给你使用 是 所以我们竹卧的人大概会 花八千 那其他人可能四千四千 然后公司和大家share 嗯 OK 那 我们有时候就是今天我的朋友 我的女朋友从高雄上来 嗯 我们就会很友善的先告诉你说 诶你去网咖 我帮你网咖费 对 我帮他去多少 他 我们会连房间都借给他 啊 sweet 因为那边是竹卧嘛 我所以竹卧我就会借给他 又怎么了 那我们就是很默契的会离开 哦 顺便帮你换床单 对 不会变多人混战 好不好 这是很社会常态的事情 你是说有种礼貌机制 是 我们都会尊重这件事情 但它就是个行为而已 嗯 谁不这样做 对 我觉得你越制止 其实孩子会越 你 其实在你真的不知道地方发生 他可以解决好多问题哦 第一件事情是性别的 相关的歧视就会降的很低 嗯 我讲的不是只有男 直男跟子女哦 嗯 还会有一些跨性别者 他们都会得到更公平的对待 但他们明明就是生理男 但是他是性别女的 跨二元的 他今天想要去女术或男术 你就应该尊重他的选择啊 嗯 这都可以进化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老师们 或者是那些留言的长辈们 他们第一件事情judgment的都是 管理你会很困难 哪有什么困难啊 你真的都把孩子想太坏了 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 我觉得 应该要给小孩子有表述的机会 今天 要不要做性别友善厕所 好像全然是 这些教育者 我们 继续大家投票的 嗯 我觉得应该给一个平台 让孩子们有一个机会表达 然后我们共同去制定一个管理的规章 我觉得这比较适合这个时代 这那好像就是学生会决定的 是 他们自己决意吗 对啊 这些学校 目前 刚刚你也调研出来一二三四五 maybe现在只有五间 其实教育部是有 有下 公文 来过来 我们尽量建议大家去建立性别友善厕所 抱歉 性别友善宿舍 尽量让学生去表达 更早到这个适合 世代的 解决方案 嗯 这往下还会有到那个叫性别友善厕所 性别友善厕所 我觉得超级需要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早就已经补助了国中 国小高中 就在国教的部分 他们早就已经是性别友善厕所了 maybe在这个学期 高中以下都有补助 他都有补助钱让他去做 嗯哼 而且很多公家单位 maybe美术馆啊 捷运站啊 场地比较小的地方 他都已经把两间厕所合成一间 嗯嗯 那他的概念就是 我只要有足够隐蔽就好了 是 所以连你看 公家单位都觉得 这个东西管理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结果 我们教育部 要求各个学校 去做性别友善的厕所 结果我们怎么做 调研出来的结果是 几乎所有有做的学校 都便宜形式的用 残障厕所 啊哈 贴了一个mark 就说这是性别友善厕所 因为他空间最大 我知道可能是经费的问题 嗯 但是这样做真的不太好 第一件事情是 残障者需要的时间更多 对 其他的这些来使用的 不管是什么性别 他没有病啊 他不是残障啊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 应该落实这件事情 这又会延伸到 进化整个社会的氛围 例如我要讲 我是一个三宝爸 嗯 我要带我的孩子 去某一些地方换尿布 居然没给男生厕所尿布台 因为他都设在女生 他觉得是妈妈是主要照顾者 我还有两个地方 啊啊啊啊 然后那个妈妈在那边弄 然后我要帮忙去换个部部 我找不到地方耶 嗯 还有很多的 哺乳室等等等等的 完全不让男生进去啦 我觉得是没有想到这一个 的地方是男生照顾者 已经慢慢变多 谁说男生不用带小孩 你不带看看 你今天晚上有饭吃吗 跟着我还是没饭吃 我们也希望做这些事情啊 那你们从小一路都从厕所 到未来 这些小孩子长大以后 他们当然会觉得更没什么啊 他们也会更同意哺乳室 让男性进来 只要有勾银币的空间就好啦 这都有助于教育耶 结果我们现在是到高中 就大学都断了 然后大学要接社会 哇哦 真的有很多学校 现在的经费是不够的 嗯 少子化以后 想做也经费目前还不够啦 对 所以我们要完善这一个事情 应该是 更多的人要来支持这件事 然后不要再谩骂了 我们有太多的事情 都是因为家长的干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做出对的决策 可是我不认为 有助于社会的进步 嗯 所以从这一次政大的这件事情看来 长辈们都很想打炮 没有啦 那我觉得 满心满意的打炮 满心满意的 什么留言你们去看一下 全部都在讲这件事情耶 真的 好啦我的意思是说 我很支持耶 我也支持 我很支持 因为我当初就是 这样子 哈哈哈 这样子 哦不是 我是说大家一起住 对啊 大家一起住好不好 这有什么 装妈妈 什么是 这有什么好避讳的 因为我念说说都要 我们要一起 应该说我是台北 我住 诶 可以讲这个吗 我住台北市 然后我的学校来台北市 基本上我其实不用住 但是因为我们功课量很大 所以我们就租外面 有男朋友 有男朋友 OK Fine 哈哈哈 那就会租外面 你一定会找自己 可以合得来的伙伴一起住啊 大家一起工作 我们真的是没有在睡觉 在教作业 所以我觉得那个 有时候大家需求性不同 我讲需求性 是我对于我的学业的需求性 我们找到伙伴一起在做这件事情 那像你刚刚讲的 我们在同学空间里头有 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学 在我们的 住的地方一起工作 难不成大家是 集体淫乱是不是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在我的角度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 特别是学校居然是 可以提供我这么棒的宿舍 嗯 让我们一起共住 然后降低我的住宿的费用 其实费用很高的 嗯 就是你刚讲的课业 我们那时候其实是 没有网路 没有LINE 我们要传东西 要给东西 对耶 要去借笔记啊 对 所以我们不能 就是很方便的取得笔记耶 对 他还要去签外数 然后再拿那个笔记过来给我 然后我们在教育厅里面 我们在教育厅里面去 去处理这些事情 嗯 现在已经没有了 所以其实这都有效进步一些 maybe教育 maybe各方面 所以家长的观点 真的是要革新一下 如果是你女儿说我要跟同学一起 你可以吗 因为他是组队去的 所以他会先告诉我队友是谁 等一下你会先做审核机制吗 我废话 等一下他叫谁 他双标 我没有双标 我没有双标 废话 他之前 诶 no 他不管是跟 给我名单list的出来 他不管是跟同性跟异性我都要知道 对 这个是安全的问题 这不是性别的问题 你懂我意思吗 我要找得到人吧 嗯 对啊 那如果我真的出事情呢 比如说我小孩子出事情 我哪有人在公司 那我要找谁求救 当然他的室友啊 他的室友 对啊 所以我要知道的是这个意思 ok 我才不太care说他要跟哪一个男的 或哪一个女的 你确定男的过分 对了我 女的我也会紧张啦 不要这样讲 哈哈哈哈 那我自己站在我立场 因为我当初我父母都是 应该是说他们很信任我 所以我觉得我会给同等信任给我的孩子 就是他们选择住外灭定他们的需求跟要求 应该是说他只要诚实的告知我 我都会同意 他只要诚实的跟我讲 所以你们刚刚那个论述 我会变成害怕说他不愿意跟我讲说他跟男生住在一起 我很期待他跟我说他跟哪个男生住在一起 然后一天准备好棒球棒 没有武士刀 嘿嘿嘿嘿 哪一个哪一个 你说一下是哪一个 哪一个哪一个出来喝一杯喔 那我是希望 因为我觉得我父母当初给我这么全全的信任 然后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做到这样全全的信任 我的岳父也是超开明的 就是其实我刚刚有讲到 我国中的时候就一直在追求我的老婆 嗯 然后其实所以一路上我就只有这个女朋友嘛 那他老爹就是时常会看到我骑摩车载他回家 对 然后他老爹最后就直接把我叫上来就是来喝两杯 酒驾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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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我骑车 哈哈哈 但是他爸爸就很接受这件事情啊 他女孩子也正常的在跟人家交往 我真的是希望孩子 只要行为正常就好了 对对对对 不要一起吸毒啊 或是做很多伤害自己的事情 这个跟性别无关 他也可能跟姐妹一起去吸毒 你让我想到我妈妈长大后 就是我妈妈跟我讲过一件事情 她说至少你愿意跟我讲 我知道所以我是放心的 嗯我看得到 嗯对我不是用猜的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事 在误人子弟的这个题目里面 我个人支持性别友善宿舍跟性别友善厕所的设立 我个人也是支持的 所以我希望帮正大或者是帮正在努力的各校拼凡一下 不是每一个老师都是这样想的 嗯就连我们学校我也希望这件事情会发生 那我可以有正大美丽的房子吗 我希望正大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嗯那也让社会看看 然后也希望正大的孩子你们住进去以后 应该会变成标杆 所有人会看着你们 你们要承受住压力哦 不要不要崩溃了 做一些伤风败俗的事情 嗯记得要关门 嗯 哎呦 好啦这一集就这样子咯 我们支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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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